在今集开始之前 希望各位观看这条片的朋友或者网友 你们可以用1-2秒的时间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作为对我们的支持 让我们做得更加好 以前在红棉落地的时候 就见很多公公婆婆 去执执了之后 把它串到一串串 就挂在窗前晒 是一种乐趣 是货外之外的一种乐趣 现在最流行的 亦是最贵的 这个时候最需要的金银花 菊花 糖粥菊花 葵花米 木棉花 现在在红树上摘下来的木棉花 很多人摘下来自己晒干 鸡蛋花 摘下来的花是白色 中间是黄色 所以很漂亮 像鸡蛋 这个就叫做五花茶 阿妈厨房 加金银花 菊花 叫防疫相补 就是这样给人喝的 市面上的五花茶 那个成分就是菊花 金银花 木棉花 鸡蛋花 加葵花 加葵花 这就叫做五花茶 但是我的加料五花茶 就是 汽葵花 我用葵花米 这个葵花 有解酒作用 如果想煮的 喝酒的人喝 就这样是没问题的 低血压 还有你心涵得慢的人 就劝你不要喝了 不要加葵花 不会有什么事发生 是不是 葵花米 是毒的作用 如果你吃了薯片 辣椒 蝦片 感觉脂肪又发大了 就这个很有作用 这个葵花米 我加汁 就是不止五花茶 还要加味的五花茶 鸡蛋花 甘草 蝦菇草 白菜 卷芸苓 山楂 山楂 火炭毛 白灼 就是加味 清热 退湿 健脾 去干火 尤其是去完旅行回来 煮了酒喝就非常好 现在倒入冬水 下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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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药材干净就不用洗 我加了半片片糖 因为片糖有消毒和潤厚的作用 如果你想甜一点 可以加一片 但要纯正蔗糖 不用其他的黑糖 什么糖的糖 就不用了 现在半个菜 要最容易裹到其他 tag 要紧续吃 再加一点水 盖尽薄 盖利盖 熬了一小时 就是煮好了 这个是三个人的份量水 面上是看不到有水 但是倒出来才是 因为是在药渣浮沙上 这个是懒人做法 就是放在凉杯上 倒入药渣 立刻可以连药渣也夹 否则倒入6杯 再用药渣来夹渣 500是两个人的 如果喝到五花茶 我劝大家不要出街 如果在街上可能要找洗手间 就不太好了 今集已经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的收看 详细的食谱 我们会上传在Facebook的专页里面 有兴趣的话可以查阅 另外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作对我们的支持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